今天开始我来教大家怎么用Flash来制作一套微信的动画表情 那么用这个软件可以制作出比较有意思的动画形象 那么现在这个是我做了其中的一个表情 去用这个有点像鸡有点像鸭子的卡通形象来制作 我们来看看其他的 这是一个爬行的动画 这是一个打枪的动画 幻影坦克 G 玩过吃鸡的朋友应该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游戏 捡东西 这个表情虽然写的是空头 但是做的不是空头 就是一个拿枪来回摆的一个动作 这是一个走路的动画 三崩子 非常容易炸的一辆车 那么我们还用这个形象来制作一个新的动画表情 那么在这个游戏里经常遇到卖卦的 我现在想做一个卖卦的动画 那么需要用类似于用类似于这种含画 比如说卖卦 大概这么一个意思 我们来做一个新的 那么先取一下它的颜色 用爱键 吸取一下 它就是一个白色 把这个形象取出来 大概是这样一个圆 我们把它放到一个新的 元件里去 那么在Flash里面有一个元件的概念 我们看这个位置 现在是一个叫三崩子 那么它是在场景里面建的一个叫三崩子的元件 我们会把动画做在单独的元件里 那么看右面这个部分 右面这些部分是库 这是一个库 那所有的动画都存在这里面 我们现在新创建一个元件 快捷键是Ctrl加F8 Ctrl加F8 那么元件有三种类型 影片剪辑 按钮和图形元件 在这我们选择图形元件 那么图形元件呢 这个名字我们叫 叫麦挂 麦挂 我玩这个游戏是从来不用挂的 好了 那么建好了一个叫麦挂的 元件 把刚才那个圆呢 粘贴到这儿 粘贴到这儿 刚才在这里画呢 只是为了取一个大概跟其他动画形象差不多的一个动画大小 那么我们来取一下这个嘴巴的黄色 这是颜色面板 点一下这个颜色 点一下这个颜色 取一下这个嘴巴的黄色 我们要用同样的颜色 画出这样一个嘴 但是画完这个嘴 它会把这个白色破坏掉 所以我们一般把嘴跟它的形象分开 那么用Ctrl加G这个快捷键 在这看我会新建新创建一个组 把这个嘴画到这个组里面 这样呢这个嘴跟这个身体是分离的 它们不会互相影响 不会互相影响 那么再取一下这个眼睛的颜色 这也能取错了 取下眼睛的颜色 做一个冲天喊卖卦的动作 我想让这个嘴冲天嚎叫 那么把嘴 这样把嘴单独放在一个组里面 那么画眼睛的时候不能跟它们放在一起 不要让它们互相影响 所以画眼睛的时候我也单建一个组 单建一个Ctrl加G 单建一个组 这样把眼睛画在里面 那么这样我们回到这个麦挂的这个元件里面 我们就分了三部分 一个眼睛 一个嘴 一个身体 那么我们要让这个嘴单独来动 看看把这个眼睛 把这个嘴剪切出来 Ctrl X 在下面这个时间照上新建一个层 Ctrl加Shift加V 原位整贴 把这个嘴整贴到原来的位置 这样嘴单独分了一层 嘴单独分了一层 下面是这个身体和这个眼睛 这样我们让这个嘴 因为嘴要有动作 它对其他层不能有影响 所以把嘴的单分出来 那么下面这个身体和眼睛 目前先保持不动 所以我们把它延长 我们这个动画暂时先做 比如说做视针 那么嘴和眼睛的这一层 下面这一层 在第十针 F5件延长到第十针 F5的意思就是把这一针延长到当前针 它没有任何变化 只是显示到这一针 那么在第五针的时候 要让这个嘴 咱们第一针的嘴是张开的 第五针的嘴 让它闭上 那么NF7件 这样在第五针创建了一个空白的关键针 然后我们打开下面这一项 灰图纸外观 打开灰图纸外观以后 它是一个洋葱皮效果 我们可以看到上一针的位置 那么回到上一针 那取一下这个黄色 在第五针画一个闭嘴的动画 闭嘴的动画 那么前一针 前一针有四针的长度 那么我们把这一针也延长到 第十针 延长到第十针 那这第五针 这个应该是从第六针开始 每针有五针的长度 刚才把这个关键针挪到第六针了 那么我们打开控制里面 打开了一针 循环播放 这个要打开 这样按回车键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动画 一直在循环的播放 那我现在觉得这个速度有点慢 这样呢 把前面这个帧数稍微速短一针 时间轴注意在这个位置 不是在针上 是在这个位置 Shift加F5 现在删除针 后面这个部分也删除一针 这样速度就稍微快一点了 还有点慢 我觉得还有点慢 我们再删除一下 这个差不多了 那么下面呢 我们还有一个腿 要让它站在地上 让它站在地上 这样呢 我们把这个身体也创建一个组 否则画腿的时候会把身体破坏掉 然后然后 Ctrl加下 方向键下 Ctrl加方向键下 是调整组的这个层级 那是调整层 组的层级 那么在这我们画两条腿 好了 那这个动画呢 就一个非常简单的循环动画就制作完成了 好了 我们再新建一层 在这新建一层 身材上面要写上卖卦的这个丝 因为是微信表情 微信表情的大小要求是 它的尺寸是100×100 那么我们回到场景 这个场景 120×120 我们看一下 240×240 这要记不清了 当时记错了 微信表情的尺寸要求是240×240 这个大小 还是这个大小 我都记不清了 好了 不管了 我们把之前的旧的表情放到一边去 那么刚才我们创建了一个卖卦的元件 我们找到这个元件在这 把它拖转进来 拖转进来 放到这个位置 那么在这个动画里面 它的动画长度是6帧 那么我们在场景里面给它的动画 同样也要延长到6帧 目前这是多的 多的动画是指线 左边那个动画的长度 那么把长 把多出来的这个动画删掉 第6帧 第7帧以后删掉 这个没用了 左边那个删掉 那么我们就看留下的这个动画 好 那么双击这个动画进入 我们在刚才新创建的这一层里面 把刚才卖卦的那个 画泡画上 这新创建一层在这里面写上卖卦 这新创建一层在这里面写上卖卦 这样我觉得卖卦这两个字有点太死板了 那么我们给它添加一点动画效果 同样在第4帧 同样在第4帧 给这两层 NF7创建空白关键帧 那么这一层画泡的这一层 按照上一层的 按照前一帧的形状 大概描一次 那么这样就会给这个画泡产生一个抖动的效果 因为你不可能画的完全一样 那么我们把麦瓜这两个字也描一下 只要你不可能完全一样 那么这个字就会有这种抖动的效果 那么我现在觉得其实身体也应该稍微有一点变化 唯一不动的可以是腿 我把身体也剪切出来 把身体和眼睛也剪切出来 那么新创建一层 新创建一层 把身体和眼睛原位粘贴到这一层 同样第4帧创建一个空 这是创建普通的关键帧 不是空白关键帧了 因为普通关键帧 它还是保留前一帧的元素 我们还是要保留身体和眼睛 在这稍微给它一点这种 这种位移的动 位移的变化 变得动太大了 那我觉得这种感觉都差不多了 我们再把速度加快一点试试 这两个关键帧都删除 删除两个针的长度 那我觉得这种感觉挺好的 这个感觉不错 那么我们回来回到场景 把它缩小一下 基本可以放到这个场景内 我们看到这个效果 然后觉得这个差不多了 好了 那么这一个微信表情就制作完成了 那么我们把刚才做好的这个卖挂的微信表情拖 拽到这个finish文件夹里 finish写错了 finish我们看看有几个微信表情了 这是一个旧人 我看看这是什么 之前做的都忘掉了 这是一个旧人 然后没旧城变盒子的一个动画 好吧 我们暂时也把它放进来 放到finish 我们看有几个了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 还有一个素质 平底锅那个没有放进来 平底锅这个也要放进来 这个元件类型做错了 做成影片剪辑了 我们可以在这个位置改一下 把它改成图形元件 否则你在场景里是无法预览它内部的动画的 好吧 我们只有多少个动画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这是一个副本 十四个动画 那么一套微信表情最少是十六个动画 我还要再做两个 那么今天咱们先做这样一个卖卦的动画 下一次我要做 继续做咱们吃鸡的新的动画 那么下次再见